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回家之後 就 幫他打抗生素 我說這次非常的順利 我阿嬤就很高興 又隔不到三個禮拜又來了 前一次是肺炎 這次是尿道炎 所以老人家那個住院頻率 越來越短的時候 就算是沒有癌症 那就時間快到了 這一定要記住 住院的頻率越來越短的時候 那就是時間快到了 這一次阿嬤到醫院來 又炒著要回家了 他說沒有人我本來家 我還要回家的人 一定告訴你我現在要去做先 我以為是阿嬤奠解值不平衡 這個 詹望 結果他兒子說沒辦法 去我媽媽媽媽死 一定 不然回家會好嗎 我說 但是 我沒有把握這一次回去 是打抗生素就可以解決 他說沒關係 我媽媽都已經準備好了 你看上一次你把他治療好之後 就開始準備這個準備那個 什麼都弄好了 結果 這個在住院那兩三天 一路就血液一直掉一直掉 那後來他很堅持就回去 那回去之後我們醫生就問我 問我說那怎麼辦 我說那還是得去看啊 一去 好高興喔 阿姨長 你怎麼這麼好啊 要死啊你還來背我 然後 每天都去看一下看一下 那一路上就血液就咚咚咚咚 一直往下掉 就禮拜天 我們那個醫師打電話給我 院長院長 那個阿嬤喔 我說走了嗎 他說不是啦 那個血壓五十幾而已 我說他就正常 正常的一路往下 他說不是啦 血壓五十幾喔 還叮嚀我說你要跟院長說謝謝 我說那好可憐 血壓五十幾怎麼會意識清醒 奇怪我死亡看這麼多也沒碰過這種現象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看到的都是醫院的死亡經驗 他這個不一樣他都要準備好了 我從台北拼到那邊去 我那時候想糟糕這到底會死啊不會死啊 會不會判斷錯誤了 我說阿嬤 沒辦法看我們回家床好嗎 他說五十幾我這邊來做先啊 你現在還把我帶回去便宜喔 那整個都亂了啦 你怎麼積積我 不可以放手我還要帶我走啦 我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喔 後來我也是忍著說好吧好吧 那我們就多加強多來做陪伴 然後第十天阿嬤就走了 然後那個最後那一天的時候他兒子打電話給我 我們就趕快去 確定阿嬤成先了開死亡證明 然後就大家就在那個客廳裡面在那邊聊 他們聽說喔 如果沒有你們把我們集齊這樣喔 我實在是沒有集齊 我實在是沒有集齊 我心裡想說 好如果沒有阿嬤跟我集齊 我也沒有集齊 我也沒有集齊 我帶你帶回去便宜裡面了 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們近年來第一次看到的自然史 怎麼會這樣 怎麼在便宜後的都不一樣啦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死亡的過程 那個是老天爺安排好的 我們醫院看到的 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就像外國的學者講說 我們對死亡議題阿 醫生是以無知在面對未知 所以很重要的 你不要以為說你把你的生命交給醫院是對的 你如果要救命 把你的生命交給醫院是對的 如果你覺得你希望你覺得善終是重要的事情 你必須要把你的生命交給自己 自己要來做決定 跟親人好好的討論 那大家共同來面對死亡 這樣的一個結果才會讓社會更好 要不然到時候就會變成什麼 醫療爭議 我們最常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比如說好你們病院有問題 那希望來做一個調處 我們通常就是家屬來 醫療團隊來 就說明說 說這個事情可能是你們誤會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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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那個情境 那是不斷地重複上演 講不到五分鐘 對方坐著一拍 你都不敢說過 有醫生說 有 那天我們兩個在樓梯間 有啦 你別跟我說 你們說的都不一樣 講得很有道理 為什麼 病人住在家乎病房 跟他講很嚴重的 可能就是某一個當事人 在那個情境講的 因為每次來探病的人都不一樣 大哥 二嫂 三弟 醫生講的也都不一樣 家裡的恩怨勤奏也都不一樣 所以就常常這幾句話就出現了 你們都不講 有啦有講 講的都不一樣 講什麼都聽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整個的醫療的基準限制 在這個狀態之下 所以如果你又碰到死亡議題就會很糟糕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對自己的死亡沒有想法的時候 你知道醫療正義裡面死亡佔百分之五十 我說台灣哪承受的一年死十七萬人 每一個死亡後面就產生了讓台灣向下沉淪的力量 那我們提到老化社會裡面其實他需要很多的幫忙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要整合 第一個跨專業整合 第二個跨機構整合 今天病人在某某醫學中心 讓他出院 然後醫學中心的醫師打電話給我們說 我們這個阿公說他想要做居家醫療 我們醫院沒有居家醫療 能不能Pass給你們 我說沒問題沒問題阿公什麼時候出院 他說阿公下禮拜三出院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團隊 去你們醫院 我們做一個銜接醫療 我們來給你們開花 你不要把病人Pass給我們 那我們大家坐下來確定一下 病人的整個後續照護計畫 包含死亡照護計畫 那他需要的不是只有醫生不是只有副理師 常常需要什麼藥師啦 營養師啦 物理治療師啦 職能治療師啦 所以如果你的照護 尤其是在生命末期照護裡面 你發現你不是你接受的不是以你為中心 跨專業跨甚至到跨這個機構 還有可能他必須什麼 跨政策 因為你的需要的資源可能來自於衛政設政民政 還有一部分會來自於哪裡 會來自於NGO NGO就是一般的這些公益組織 甚至來自於社區裡面的志工等等 所以我們就希望形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目前台北市在做的 在某一些社區裡面 然後呢 把這些很繁複的東西 由單一窗口送進去 現在我們做就是這些東西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啟動社區志工 所以我剛剛講到的 自助 互助 共助 與公助 那有一部分的力量是來自於公家的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大家要互相來幫忙 好